算不算是羊慧呢? 羊慧呢? 雖然在餐廳說這些是尷尬 有什麼夠? 我們一般會用針灸 啊 等等等等 針哪裡? 觀看前注意 本身是一條健康資訊片 但是因為兩位主持太多私人問題 導致大量脫稿 例如打J要打多久才算健康 還要現場試中醫怎樣撞羊 問題來了 針灸撞羊 到底是針哪裡? 本集頗有犧牲 提前請訂閱一下 快點交道一下 這條影片到底是做什麼事? 咦?我是不是想心一層 沒有做一段時間的 不是沒有做是沒得做 是沒得做 繼續收到一些觀眾的DM 問我關於一些性事 那關我什麼事? 因為我沒有做 回來一個有Youtube頻道而已 所以我就想借你的頻道 大家說一下 你借花生那個吧 因為我和你都是一些 接近三歲的 不需要提稅數 OKOK 你不需要說這麼多 你告訴大家 你收到什麼問題就行了 收過不少的DM 就說有時候他們拍攝的時候 拍攝一下的途中就這樣了 小弟我也有試過這件事 不過是不是經常 只是加午中一次 可能真的太過分 那他們問我 其實這些是不是 他們 也有幾個人問我 這些其實是否真的 叫不點呢? 還是楊偉呢? 那其實 雖然在餐廳說這些 有點尷尬 哈哈哈哈 其實我自己也無法拍攝 算不算叫楊偉呢? 楊偉 哈哈哈哈 那到底你的觀眾 其實不是你呢? 你一次都沒有試過啊 為什麼要互相傷害啊? 所以今集就會找一個中醫師 他連中醫 我不知道多少個賓州 會訪問他很多問題 關於一些不正經的 還有也有一些是關於保健的 是嗎? 對,會關於保健的知識 你怎麼不知道的 你想伊賓州而已 不是,不是吃屎 我純粹是想問他 會不會有什麼有趣的情況 就是他在這個行業生涯 話說回來 為什麼你會無緣無故找到這個醫師呢? 你很懶惰啊,師兄 我也不懶惰 你說要問嘛 那我就上網幫你找 你希望得到什麼有趣的答案 今天就已經來到羽竹堂了 就看到我們的紅貓醫師了 成中醫國不少男士的 就男人界來講的恩物 恩人 難得抓到他來做訪問 我最想問一件事 這個人是虧的 有沒有樣子看的 就是這個熱身 問一下你 其實也有一點點的 找我們兩個來做例子 我們兩個哪個比較虛? 就這樣看 就這樣看 其實兩位都應該有一點點虛 我想問一下醫師 你做了那麼久 還有沒有看過什麼 很趣的案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可以分享一下 之前有個病人兼職做按摩 他本身也英俊 而他按摩的客戶 主要是以女士為主 恩...你不想見工 找到我 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他在做按摩的時候 他的客戶 都會把他攪硬 甚至攪到他 射出來 搞到他每個禮拜 可能要四十幾次 搞到他人有點虛 要回來調理身體 可不可以介紹他 那份工啊 你一定是想去見工 原來有些搞什麼工啊 哈哈哈 認真問一下 有些認真點的問題 神規 有些神虛的人 其實有什麼先兆 我們男士呢 可以觀察自己 好幾方面的東西 第一呢 就是看我們那個 神撥 那個次數 會不會減少 正常來說呢 就應該是 要差不多 每天都要有一個神撥 如果你的性功能是正常的話 即是如果 就算他五十幾六十歲也好 若然他神功能正常 他都應該是神撥的 是啊 沒錯 其實是可以仍然保持著 可能一個禮拜都有三四日 或者四五日的神撥的 一招一招做好神撥 我一招神撥兩次啊 你要快一點 除了說神撥要有之外 那狀態都要好才行 即是硬度要夠 另外就是看你平時撥起的狀態好不好 會不會說很容易會軟 持久度不足 還有就是 你平時的小便有沒有力 我的小便沒什麼力 有時候好像滴滴仔 或者花灑一樣 很散的 這些都是代表我們神的功能 開始衰退了 已經是有少少少先兆 這條要值得我們去留意注意的了 I see 幸好我近幾年 我早上都扯得很難打 我也是啊 哈哈哈哈 但有一些是反過來 持久度 但是他又很難才射 即是吊多少也不可以射 這樣又是關不關腎的事呢 都會關事的 兩體 有些是說腎的疏洩出了問題 所以就會影響到射精 另外也會有些人 就是他天生 他會沒有那麼敏感的 所以他那個興奮度 都會比一般人比較弱的 所以他們相對來說 持久度是會比較久一點 才會射到的 嘩 射不到我又有經歷了 你又有過經歷了嗎 是啊 因為我不知道是我關於我緊張的什麼呢 我小時候就破處過那年 第一次了 屁股八個字都射不到 其實看AV是否可以練到奔舟呢 我聽人說就是 我看啊我不停看 但我不射 其實就可以練到持久度 重則就不重量 如果你每次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控制到不射 其實某程度上是有一些幫助的 但如果你說我不是的 我真的很敏感 我一來弄兩弄 他就出了 然後我下次又是這樣弄 又是這樣試 如果你這樣弄得多的話 其實身體會習慣了 這麼快出的模式 其實可能會令到你是更加快的 而且你長期弄得多 又會導致一個神虛神虧的問題 其實又會導致你 可能會出一個早洩的情況 拿我自己來做例子 我之前都是做一個成人的頻道 我會看完整部AV 我才做筆記的 兩個小時的AV 我是一秒不漏的看完 其實這樣看會不會影響我自己身體 整段AV一般是兩三個小時的 是嗎 是 如果你的期間 整段時間都是扯著旗的 我扯了15分鐘沒有 因為他已經看到不扯了 那你的意思是 想問什麼呢 如果我長期這樣的話 會不會影響我自己本身的成功 其實是會的 因為你看到這麼多的話 變成到了你真的要去做的時候 可能需要一些更加刺激性的畫面 更加刺激性的遊戲 才可以激起你的性慾 會令到你的扯起或扯起的反應 可能比平時沒有那麼敏感 哎呀 另外我還有東西想問 哈哈 你很多東西要問 我自己平時 打飛機保持著他硬 但我不射 大概半小時至1小時才能射 那這個能否訓練到JJ的方式 這個範圍都很大 半小時至1小時 哈哈 其實這個也可以作為一個訓練 不過建議你不要做太多 會導致我們那個陰莖過度充血 還有這個會影響到我們那個前列腺 會容易導致前列腺發炎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大家應該都會很想知道 那有沒有說一個健康JJ 應該打多少分鐘呢 其實我們中醫認為 手淋這件事 其實對身體是不好的 哎呀 應該是盡量要避免可面側面 越少是越好的 不要說是長時間好一點 還是短時間好一點 反而我們認為一件事就是 越少越好 盡量避免去做這件事就更加之好 流手淋做了很多這些東西 對呀 從小到大都很西意 幫觀眾問一問 他們就跟我說 波波客有時候 偶爾就會有一次中途員 再波波客 然後就很難才能扯起 其實這些是不是 都是一個仰慧精像 仰慧 仰慧 不是 你跟著我讀一次課嗎 某程度上 他已經開始有少少陽位的問題出現 因為如果我們身體狀況好的話 這些情況應該要很少出現才對 如果你說偶爾都會出現一次 代表他腎的功能已經開始減弱了 去到一個位置比較紛水 他會容易受到身體的狀態 而影響到他的表現 所以會這樣就是因為腎的功能本身已經差了 再加上他那一刻身體狀態差 就會容易出現這個問題 這樣的情況就是告訴我們 腎已經開始變得虛弱了 如果再不注意的話 那這些情況可能就會出現得越來越頻密 那個硬度也會變差 一般來說如果真的正常的話 就算軟了也好 應該就是說 可以很快就可以弄硬的 如果你說軟了也弄不硬了 那就真的要好好正視一下這個問題 已經是 正視 正視一下吧 為什麼會這麼有趣去弄一間 專醫JJ的診所呢 我們老闆曾經都有一個不好的經歷 當他身體虛弱的時候 四處去求醫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現在的中醫診所 都好像沒有這一方面 專門給我們男士去求診的地方 還有那個私隱度也不是那麼好 也不能暢所欲言 去說清楚病情 每次去到都好像很尷尬 就是這樣 剛剛說 剛剛說 剛剛說的 老實說 所以他就想到 希望搞一間 是可以專門幫我們男士的 製造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 以及私隱度是高的 讓大家來到 可以暢所欲言 清楚講解 你身體狀況是怎樣 我們就可以更準確地去判斷 究竟你的身體是哪一方面出了問題 就可以針對性地去治療 可以取得一個比較好的治療效果 還有是不是離得的人 多數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這個其實不一定的 反而就是 年輕的也都是越來越多 甚至是未到20歲都有 這個又要說回 因為現在的資訊比較方便 就是獲取資訊的方式 大家都明白 特別是一些色情方面的東西 大家接觸得多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需要宣洩 打飛機那些非常之多 年輕人的性愛觀念也比較開放 其實這些都是會損傷 損耗我們的陽氣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 其實陽氣有什麼醫的呢 當然有 首先經過網民問切 分析看你身體的狀況 是究竟哪方面出了問題 而治療方法的話 我們一般會用針灸 會不會用針灸 等等 針甚麼地方 那我們主要是針 腓 腰 手腳 你們一會可以試一下 我可以親身感受一下 我們 我們 快去沉長 沉長好一點 沉長好點 那個是沒有結束的 不能結束的 還沒結束的 抱歉 除了多針 當然最重要是 加入中藥 盤rir中藥 調理身體 調整有問題的狀斧 救出腎 另外還可以貼上耳穴 像一個人體的反射區 整個耳朵可以找到對應人體、整體 各個不同部位 貼上那個位置 對狀腑經絡有一個調整疏通的作用 提上去診診它嗎? 好啊 來來來來 診診了 診啊 你診先,我診先 一樣的 我想先聽你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我先說 好緊張 看來你應該挺貴的 可以 下一位 可以的嗎? 可以的 不然你真的緊張 是不是啊? 可不介意我看兩位的舌頭呢? 哦 看完麥了 在腎那方面 其實兩位都稍微偏弱一點 哈哈哈哈 如果單以麥象來說 大肥會稍微比較弱一點 哈哈 弱一點點而已 不如有很多東西 有什麼? 有,可以 哈哈 不如我現在和你做針灸吧 好嗎? 嘩 針針它吧 這個要用三吋的 不行,三吋 都不用的 現在先消毒 做針灸沒有? 以前咬茶時也針過 但是針兔還沒有針過 OK 針過針沒有? 沒有 真的會有針針 不要嚇死人了 放心沒有的 對了 JJ就沒有穴位的 糟了,我很怕針足夠 沒有,這一次針呢 挺舒服的 我想要針多少枝下去 針到見不到肉色 這裡會針六枝的 OK的了 可以回家的 我們針完之後就會留針20分鐘左右 它現在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嗎? 是啊 嘩 不知道 哈哈哈 好,放下 對,手放在兩邊 放在兩邊 嘩,嘩,好驚啊 好,不用怕 一邊跟你說話 OK吧 原來第一針下去 原來沒有感覺 真的沒有感覺 多加幾針好不好 好 真的沒有感覺 是沒有感覺的 不錯 不錯不錯 哎呀,早知道咬柴就真的做針夠了 不過是因為我們用的針是比較幼身一點 如果是咬柴 骨傷的針 它們會粗一點 可能感覺會強一點 原來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療程 平時真的要針幾次才能治好正常 這個因人而異的 首先看你年輕還是年老 又要看你身體的狀態是怎樣 如果之前打飛機打得很多 虛耗也很厲害 又要看你先天的體質是怎樣 如果你先天的體質是比較差 比較弱一些 那又會影響到治療 你拍照做什麼 你自己很好嗎 你29 28 那又怎樣 後身 你虧一點 我怕我真的笑到逼著針出來 你知道我剛才想打黑癡 但我忍住了 你快打黑癡 你不然會有機會 打氣了 太太康唱EG 針完 發發聲 發發聲 我今晚就要配 你試完之後 影片推出的時候 你拍一段仔給我 拍一段仔給我 先拍一段仔給我 療程後的感覺 然後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分享這樣的 例如你上來診完 然後回去再診完 分享給你聽 他診完之後的感覺 即是不同也很多 當然有 每次病人看完之後 他下次來複診 我都會問他 究竟有沒有行過房 今次行房的表現如何 有沒有進步 我經常都會聽這些 大肥很快就回來找你 好多謝熊貓醫生 解答了很多問題 如果大家想留意更多 男士健康保健的東西 尤其是JJ這一方面 很重要的 記得訂閱熊貓醫師頻道 即是這裡他自己是有Youtube頻道 經常會更新的 關於這類型的問題 有些問題都蠻爆的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分分鐘你上來診症的時候 會看到AEG 和我 你不用報我的名字 今次訪問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記得追蹤我的YouTube頻道 Facebook和IG 我逢星期一四四出片 按下一個鈴鐺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追蹤我的IG 對嗎 他說IG剛剛洗了人 是啊 對 Mais 應該是 鼓動的 圖中 向後 下支 打擾 打擾 按下 打擾 キ 打擾 本來